杰宇好 杰宇好 杰宇是 跟一期是很好的朋友 是不是 你们 我觉得 刚才看到爸爸的过程之中 连他要 到电脑前面 去打电脑 只要爸爸抱他过去 甚至把他的脚的 那个姿势都转好 他是几乎完全 没有办法动的状况下 一般人早就已经过得 对不对 丑云产物 每一天就 父母亲早就放弃了 把他放在那里 可是爸爸却把工作辞掉 全心的照顾他 你在他身上看到什么 就我而言 我是一个出生 就有成恶劣的患者 成恶劣是什么 是这边 发育就不完全 对 然后里面的肉 还有就是骨头 都发育的不完全 就baby生出来的时候 这边就受损 然后这边是一个重 是这样子吗 嗯 就是开招之后才好 就是 对 嗯 所以我从小就是 因为还没有经过 那么多次手术 所以就看起来跟平常不太一样 所以从小就是 同学他们都比较不喜欢跟我玩 所以我常常就是一个人 嗯 就是很 日悲的在那边 嗯 但是嗯 最后接触殷奇之后 我觉得 殷奇他 虽然身体 有那么多的 不适应 那么多的痛 但是他还是 每天勇敢的活下去 然后看生命就是 看着他 都是看到好的 对 都是看到好的 对 然后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要 每次跟别人比 别人有 就是 好的外表 好的身体 而不是 把我自己的 能够散发出去的爱 继续散发出去 然后都为这个世界 带给一点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 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是 他却说 身体不在乎长一段 而是在乎说 他这段期间 所发出的光芒 嗯 这是爸爸给他的观念 对不对 所以他好像很努力的 在发光 嗯 他怎么发光 你看到什么 嗯 像是他 很会交朋友 他虽然身体有弹性 但是他 会比那些 长的外形 就 很 嗯 帅或是 上发出很多 那一个男生 还要会交朋友 因为他上发出的 不是外表的那种 性命 而是内在的内涵 什么是 你的意思是说 他虽然手都不会动 嗯 然后他可能要吃饭 还要人家喂他 对不对 或者说 嗯 看书还要人家帮他翻书 可是他比 帅哥 他都还会交朋友 嗯 那你觉得你在他身上 你那么喜欢 跟他在一起 是 是什么 你需要帮他那么多 可是你却看到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 别人可能都是 这个 满愿东满愿西 这个人不好 这个人不好 可是你却会看到 他会 就是每天都看到你的好 是这样的意思吗 嗯 就是他的心态是 整个就是 很正面 很正想 然后凡事都 以热关的心态去面对 所以他怎么都 很有好奇心 对 他还喜欢去看孙燕姿的演唱会 对 他最喜欢的 女的偶像是孙燕姿 然后他 他虽然在高雄 可是他只要就是 有大体演唱会在台北小剧版 他都会 他请他爸妈妈 特别带他上来 嗯 然后你说他 很爱学东西 像是他 我那时候 就是去 做一个英文的 口译工作的时候 虽然他那一整天的 整活动下来 已经很累了 但是 还是想要学 就是要怎么样 跟外国人接触 还有交朋友 所以他就是 就是硬撑的下去 硬撑的下去 对 因为他觉得 他每多一天 他就要学了 很多很多的东西 嗯 他觉得 他只要多的一天 一般人就想说 我多活一天 我应该要怎么 好好利用这一天 嗯 可是他所谓的 好好利用这一天 就是我学越多越好 嗯 然后我能够放多一点 光芒更好 对 他 他光芒 他常帮助别人吗 嗯 他帮助别人 就是给人家一种 鼓励 嗯 还有就是向上的结文 比如说 比如说 他会就是 在我心情 如果不好的时候 我可能有时候 会比较往 负面的方向想 就是钻尾角尖 但是他会就是 他会开导我 然后叫我换一个角度想 然后世界 就会变得不一样 像是我看到他 就是 嗯 自己写书 然后 这个版帅 都没有 没有任何一分钱 是拿来自己口袋 然后去 用那版帅 去成立了一个 真因其 热爱生命 的奖学金 翻给 就是跟他一样 就是我说正的 所以他的 本来他家里面 是因为他的关系 爸爸不能工作 早就已经是把这个 经济有 可能很需要很多 更多的这个经济来源 嗯 然后能够成立奖学金 去帮助更多人 所以他 他其实真的就是 活在爸爸所说的 生命的价值 不在他的床转 而是在他 能够放出来的光芒 是因为这种想法 他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你说不是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可能会继续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choice 对 l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